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带我金牌給你拿下來 對 然後也非常開心 但最後沒打破世界紀錄 覺得蠻可惜的 那也是讓我在下一次的比賽 有更多的動力 至少對於這一場奧運來說 我是很享受的 因為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泰國公開賽冠軍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是我生日 所以梁那時候就很感情的說 他送了我一個蠻貴重的生日禮物 出發前我就知道說 他生日也快到了 然後我希望說 也可以回贈他一個 也是很有價值的禮物 然後很高興今天做到了 希望可以讓更多 在徬徨的狀態的運動員 可以更堅定的動力 然後讓他們知道我們台灣是有機會 在奧運展台上發光誇樂 這次奧運的最後一場比賽 我就放開放鬆的去摔 然後把自己想展現的樓道 好好的展現出來 那最後是以輸為... 就是最後是沒有拿下金牌嘛 我確實會有一點就是難過 因為目標是金牌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我... 就是因為有一些些遺憾 所以才會... 才會讓我更想要 下一次的金牌 我們整整備戰了一整年之久 我們整整備戰了一整年之久 就是其實在去年三月的公開 美國公開賽的時候也是失敗 然後在陸陸續續的大大小小的公開賽事 其實都沒有將6.7給展現出來 那這次可以第一次在奧運會場 長這麼大的殿堂 把6.7給展現出來 其實我覺得我跟教練的努力就是值得了 我們做到了 真的是很開心 當然就是已經打到這邊 就當然是還是希望可以贏 那...就是輸了 自己在最後一天的表現 其實也算... 蠻不錯的 那... 我覺得他發揮得更好 那自己在第三局的時候 其實... 有比較多的失誤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 有點滿足但是又不夠滿足 想要停牌 當然...當然 每一隻劍在自己的手 在我們三個手上都是很關鍵 然後我們又要... 戰戰盡心步步為移 然後又很輕鬆的把它射出去 我覺得這就是我覺得 要感謝兩位隊友 他們就是...都做得很好這樣 在場上呢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我們大家的凝聚率做得很好 新的目標嘛 那就是可以一樣跟小孩們一起去拼 下一屆 好... 奇蹟 因為真的... 你只要去看所有的參賽名單 我的機率... 肯定是在最後面那幾位 然後尤其第一天打完 然後可以讓奇蹟式的... 逆轉 然後在擊敗七位裡面 都有很多世界名將 所以其實真的是... 很奇蹟 然後甚至你看送上因素最後四五動都沒有推進 我們才有延長賽 要謝謝天上的爸爸 其實他在生前也常常說 就是...我上天堂之後 不管怎麼樣我都會把你的球踢進去 所以... 要謝謝老天爺 然後當然... 也真的覺得是... 像是奇蹟式的發生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拿下桌球的正面獎牌吧 非常不容易 一路上真的要感謝很多人 那我接下來還是會繼續努力 為接下來的亞運跟奧運做好準備 就... 謝謝所有關注我或支持我的... 就是... 有你們的支持的話 我也會更努力 就是在以後表現... 希望表現得更好給你們看 因為其實... 剛比賽的... 就是前面預期其實... 沒有預設到會打到這麼多場 然後... 就是... 很感謝很多人 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 非常關注我們... 踩拳道的比賽賽事 然後... 也很高興能為... 中華隊然後拿下裡面獎牌 祝你一個聖誕 祝你一個聖誕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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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岩